本土疫情升温 民众施打疫苗意愿踊跃 台湾市政府17号到21号 也特别加开了47处的快打站 替长辈们来接种第三剂莫德纳疫苗 预估可以施打大约40万人 另外针对双杯两室 也拟推行疫苗护照 市长卢秀燕则强调 同岛一命 疫苗护照应该全国一致 由中央统一规划跟发布 而不是各推各的 否则将会造成民众跨县市移动的困扰 近日来北部地区本土疫情升温 民众施打疫苗的意愿也跟着增加 为此台湾市政府从17号开始到21号 特别加开47处的快打站 要帮长辈们接种第三剂莫德纳疫苗 额市长卢秀燕也预估 这礼拜将可施打约40万人 这次快打站 不过现在给我们看 大家都开一般的施打站 那快打站这次也应该有 所以要因此这次我们要做到40万人 应该是全国最多的 就是希望能够加强防疫 另外针对双北两市 也已推行疫苗护照 卢秀燕也强调 疫苗护照应该全国一致 由中央统一规划跟发布 否则的话各个县市有自己的护照制度 每个县市东西又不一样 恐怕会让民众无所适从 也增加跨县市移动的困扰 我建议这个事情同岛一命 应该全国一致 由中央统一来规划跟发布 同时把这个护照统一化 那把它把它这个整合 这个比较重要 卢市长也强调 65岁以下的民众 也能到医疗院所等疫苗接种站来接种 另外还推出全台首创的 纠团接种服务 希望透过各种措施 提高疫苗覆盖率 才能有效降低染疫风险 谢谢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